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看恐怖电影《魔童》 这个男孩从小被人类父母抱恙 十岁时身体里的超能力突然觉醒 他身披红色斗篷,双眼冒出炙热火光 如果你以为他像超级英雄一样维护世界和平 那就大错特错 从天而降的不一定是神明 也有可能是恶魔 男孩终究对人类下手了 在美国某个小镇 农场主大胡子和妻子玛丽结婚好几年 一直没有孕育出孩子 这天晚上两人准备造小人 突然玛丽听到院子里出来动静 下一秒房间断电一片漆黑 只见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 落在附近的小树林中 冒着红色的火光 原来是一艘外星飞船 重要的是飞船里见有一个婴儿 惊喜来得太突然 夫妻二人没多想便抱养了这名男婴 视为己出 转眼十年过去 男孩布兰登长成了震态模样 在学校成绩也很不错 只不过上课时 别人都在认真听讲 布兰登则喜欢在纸上涂鸦 画的是让人看不懂的诡异符号 这天夜里 布兰登似乎做了噩梦 整个身体抽搐了几秒钟 随后双眼放出红色的光 布兰登就像着了魔一样 爬上窗户 一跃而下 在画室工作的玛丽 听到声响出门查看 外面除了一片漆黑和冷嗖嗖的风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就在他准备回屋时 身后一个黑影快速飞过 玛丽以为是布兰登的恶作剧 一边喊他的名字 一边找人 最后在仓库 发现布兰登的身影 此时布兰登正在疯狂拉扯着地下室的门锁 玛丽拍了拍他的肩膀 布兰登才恢复理智 他说地下室有一种声音在召唤自己 玛丽并没有在意 认为儿子是在梦游 带布兰登回房间 唱歌把他哄睡着 但自这件事过后 怪事不断发生 隔天早上 布兰登帮父亲修剪院子里的杂草 不成想割草机出现故障 暴躁的布兰登随便一扔 没想到就扔出了白米远 这时布兰登终于意识到 自己和普通孩子不一样 为了确认这一点 他跑到割草机前 将手放在快速旋转的刀片上 结果刀片坏了 自己却毫发未损 布兰登生日这天 父母和妹妹夫一起为他庆生 妹夫还送给布兰登一杆猎枪 但父亲大胡子认为 布兰登还小 不适合吃枪 因为这件事 布兰登对大胡子出言不逊 大胡子生气的提前结束聚会 带他回家 为了缓解尴尬的家庭氛围 一家人决定去野营 出发那天早上 布兰登闷闷不乐 坐在桌边吃早餐 似乎还在生大胡子的气 大胡子走到他身边 惊讶的发现 布兰登把嘴里的叉子都咬变形了 正当大胡子要把这个惊人发现 告诉玛丽时 玛丽这边在布兰登床单下 发现几张性感女郎的照片 一时间 大胡子把刚才的事抛住脑后 夫妻二人认为 青春期孩子有这样的举动很正常 但让他们疑惑不解的是 一堆女郎照中 竟然夹杂着几张人体解剖图 借着露营的机会 大胡子给布兰登上了一节生理卫生课 布兰登确实有喜欢的女孩 她就是同班同学凯特林 晚上趁着父母睡熟 布兰登鬼使神差般潜入凯特林闺房 还利用超能力 让电脑自动播放音乐搞气氛 结果把凯特林吓个半死 受惊的凯特林赶紧把母亲叫到房间 但母亲走到床边什么也没发现 玛丽告诉妹妹 最近布兰登就像变了一个人 妹妹则认为 这是青春期正常表现 不要过度反应 听了妹妹的话 玛丽也就没把布兰登的变化放在心上 就连她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她也觉得是孩子处于青春期的原因 晚上十点多 大胡子听到养鸡场有动静 以为是狼来了 连忙拿着猎枪赶到现场 结果看到布兰登傻傻站在鸡笼前 鸡群也显得十分躁动 大胡子虽然感到奇怪 但也没说布兰登什么 只让他赶紧回去睡觉 大半夜不要瞎溜达 然而后半夜怪事又发生了 养鸡场里的鸡全都死了 大胡子立马怀疑到布兰登头上 但玛丽却一口咬定是狼干的好事 布兰登不会如此残酷无情 体育课上 布兰登和同学们玩起信任游戏 自打那天晚上开始 凯特林就对布兰登彻底失去好感 游戏中因为他不愿意配合 导致布兰登摔倒在地 老师本想让凯特林道歉 他却当着同学的面大骂布兰登是变态 布兰登怒了 在凯特林不情不愿拉他起来时 他直接扭断凯特林的手指 儿子在笑闯了祸 父母不得不被对方母亲指着鼻子骂 这让玛丽不禁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一点都不了解布兰登 回到家 夫妻二人越想越不对劲 布兰登长这么大 从没受过伤流过血 难不成他真是怪物 而此时的地下室 震发出耀眼的红光 布兰登很快被吸引到这里 这次他成功打开锁链 当玛丽找到他时 布兰登整个人都已经悬空 没过多久便坠落到地下室 原来地下室里不是别的 就放着当年那艘宇宙飞船 从未受过伤的布兰登 却第一次划伤手 布兰登问母亲 旁边这个机器是什么 事到如今只要包不住火了 玛丽道出了他的绅士之谜 孩子 你不是我们从明镇机构领养的 你是坐着这艘外星飞船 来到地球上的 知道真相的布兰登 无法接受 瞬间暴走 雨夜他走出家门 一双眼睛发射出恐怖的能量 布兰登的超能力彻底觉醒了 而他觉醒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复仇 布兰登穿上红色斗篷 化身恶魔 第一个要杀的人 便是凯特林的母亲 他以为躲在铁门后就没事了 谁知布兰登分分钟 就让铁门融穿 女人死了 但警察到达线上时 却连尸体都没发现 玛丽让布兰登接受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师不是别人 正是玛丽的妹妹 布兰登的阿姨 谈话间 阿姨也觉得这个孩子不太正常 说什么人类都很愚蠢 自己是更高等的物种 阿姨想要探听更多布兰登的想法 好明天和学校治安官汇报情况 但这样布兰登感受到了危机 阿姨因此也可能命不久矣 果然当天夜里 布兰登就登门造访 他希望阿姨明天取消 和治安官汇报他的情况 阿姨不仅没答应 声称这是他职责所在 还让布兰登赶紧回家 于是布兰登变身后 便偷偷潜入其家中 这时姨父外出回到家 他只好先躲在衣柜里 可惜还是被发现 姨父一把扯掉他的头套 大骂他一顿 不仅如此 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布兰登的父母 可没等他把布兰登拉上车 自己就被对方超能力干趴在地 布兰登也不见踪影 姨父没想太多 开车行驶在黑暗的公路上 企图找到布兰登 但很快他就为这一举动 付出惨重代价 布兰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撞碎车玻璃 紧接着姨父的车 就出现故障停在路上 布兰登直接奉大招 姨父的车整个悬空 然后车头狠狠砸在路面上 布兰登摘下头套 冷冷的看着僵死的姨父 用扎满姨父鲜血的手 在路上写下那个诡异的符号 玩笑后 布兰登像没事人一样回到家中 他告诉父母自己去踢足球了 但玛丽和大胡子并不傻 一眼就看穿他在撒谎 尤其是大胡子 早就对布兰登失去信任 半夜 大胡子刚被噩梦惊醒 玛丽这边就接到妹妹电话 得知妹夫惨死的噩耗 太平间里 妹妹询问玛丽 布兰登是否安全到家 夫妻俩这才知道 晚上儿子去了他家 两人心里清楚 这事巴承和布兰登有关系 听闻姨父死讯 布兰登内心毫无波澜 这彻底惹怒大胡子 他认为一切都是布兰登 这个野孩子干的 别问他到底都做了什么 结果布兰登直接把他推开 随后在布兰登房间里 大胡子发现了带血的衣服 这更加坐视了自己的怀疑 看来不能留着孩子 祸害人间了 周末大胡子 独自带布兰登 到树林中打猎 父子俩刚走 警察就找上门 他拿出事故 现场发现的符号照片 问玛丽 是不是布兰登画的 警长怀疑 这个符号 就是布兰登名字的缩写 玛丽三言两语 打发走警长 但当他查看布兰登的作业本 才发现 里面全都是这个特殊的符号 还有很多诡异恐怖的图画 他不得不相信 自己养大的孩子 竟是一个恶魔 大胡子这边 他趁布兰登不注意 想将其一枪抱头 结果对方根本刀枪不入 就在大胡子准备补枪时 布兰登突然消失不见 再见面时 布兰登已经穿上战袍 大胡子苦苦哀求 可布兰登无动于衷 他双眼发射技能 大胡子的脑袋 分分钟被击穿出一个大窟窿 知道真相的玛丽 赶紧给大胡子打电话 结果电话那头 传来的却是布兰登的声音 他说 妈妈 爸爸已经走了 我现在就回家找你 听到这里 玛丽快崩溃了 他赶紧给警长打电话求助 警长哪里知道魔童的厉害 他草率到只带一位女警 来到玛丽家 结果刚到门口 就被布兰登拍成一滩肉泥 玛丽知道警察根本不管用 这时他想起来一件事 只有仓库中飞船的材料 能伤到布兰登 于是玛丽连忙跑到仓库 努力从船底上 折下一块金属当匕首 他假装安抚布兰登的情绪 抓准时机动手 可他的速度还是慢了 眼看母亲要杀死自己 布兰登彻底杀红了眼 他抱着玛丽穿破屋顶 飞往万里夜空 之后毫不留情放开母亲 眼睁睁看着他摔下万米高空 而这时 一架驶来的夜间航班 直接和布兰登相撞 飞机上268名乘客 无一生还 而这场空难也掩盖了 玛丽夫妇真正的死因 布兰登人畜无害般 出现在事故现场 警察视他为幸存者 殊不知他才是始作俑者 这个恶魔终究 还是要围惑人间啊 作为一部反超级英雄电影 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尤其是电影结局 出现了黑化版的正义联盟 用绳子疯狂吊死人的女巫 映射神奇女侠 半人半渔的怪物在海洋袭击渔船 映射海王 显然疯狂屠杀亲人的魔童布兰登 也有点映射超人的意思 这不禁让人好奇 其他英雄如果黑化会是什么样子 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看看电影原片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 别忘了关注点赞哦